在江西渝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 长征远红军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比赛 在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 排队预约参观的个人和团体游客络绎不绝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马登的故事 有很多附送子兄弟争相参军去打仗的故事 在厄狱晚苏区革命劣势纪念碑前 海军工程大学2021级新学员们正式开始了 为期12天形成200多公里的军政综合素质训练 新学员们将革命老区红安作为他们学习长征精神的流动课堂 在一处处革命遗址前重温历史 在缅怀先辈中汲取奋进力量 第73集团军谋侣强军精武红四连官兵们 在塞北戈壁助训期间来到了当地的党史纪念馆 一幅幅弥族珍贵的历史图片 一个个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 让官兵重温了长征时期 那段艰苦卓绝的硝烟岁月和浴血奋战的伟大壮举 在耳濡目染中学习长征精神 使致强军打赢 在四川新疆等地 武警官兵重走长征路 重温契吞山河的斗争故事 通过参观建学 威尔教学等多种沉浸式体验式活动 致敬先烈 传承伟大精神 通过威尔设备 让我重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更直观地感受到 革命红军在大苦大难面前 表现出的坚韧品质 和铁心跟党走的必胜信心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接过先被手中的接力棒 担负起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发扬者 近日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飞行学员 展开海上低空突防 夜间编队等多科目 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 在高南科目训练中 锤炼学员盛战本领 渤海湾盘某机场 数架战机呼啸升空 抵达训练空域后 导条组随即下达攻击任务 由于目标隐藏在山谷方向 为规避敌雷达探测和地面防空火力打击 学员驾驶战机 采取超低空掠海飞行和低空穿越山谷等方式 自主选择攻击武器 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由于山区地形较为复杂 加上飞机高度低 速度快 这对于我们的心理素质和技术能力水平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夜幕降临 战机经过快速检修和补给 转入夜航训练模式 夜间飞行可视条件差 航行途中受到农机云影响 机身抖动剧烈 学员只能通过仪表保持飞机姿态 编队过程中 飞行学员还要时刻注意掌机位置和自身姿态 由于夜间可视条件差 看不清掌机轮廓和动态 难以保持标准队形 再加上空中星光 海上渔船灯光等干扰因素的影响 容易诱发错觉 完成任务返航后 飞行学员结合飞餐叛读和视频回放系统 展开复盘检讨 随后 战机再次升空 展开新一轮的飞行训练 从严从南摔打磨练 生长七班学员 为他们在昼夜间云中云上 实施练习和执行作战任务 奠定基础 使他们真正成为能打胜仗 敢打硬仗的海空战斗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